日飞哥怎么就输了呢 虽然还没输 但现在是略是比较多 想法很好 想法不错 确实是一名有想法的选手 他感觉每个种族都玩 确实是能从更全面的 感觉到一个种族的强弱 对 兵种的这个克制 所以说 感觉他这两盘比赛 真的发挥不错 立刻中国马苏跟韩国马苏 中韩两马 马苏克是两马 这个玩家表示 日飞哥是不是喝醉的 日飞哥应该没有喝醉 这个应该没有醉 我把人家卡过 日飞哥也要进光头打 刚刚马苏 马苏我们也是要有句话转告你 这个有一个人 他说这个我党欢迎你 我党欢迎你 他就是我们这个光头党的主持 水狐 水狐同志是欢迎你 马苏不能忍啊 这个水狐你可以这样说 这个欧福第一跟韩福第一都加入了一个星际的俱乐部 这个人气非常旺 有四张马苏 哇天哪 这个感觉 八天虎多了以后 八天虎啊 他还不下来 你看 八天虎这个兵种 他只要形成一定数量 对方的真正是连靠定他的基础就没有 八天虎 八天虎不下来 现在日飞哥这边的想法就是 能尽量就猥琐住三块 猥琐住三块 打一个决战 对 但是好像德里斯堡这边是没有给他机会 一百多人口 他这个飞机一直不下来 我看了我弹腾你知道吗 哦 有点不能看 好的 这德里斯堡这边打非常霸气 直接欺病 天哪 这个 也是察觉到日飞哥这边是打算报声号部队 他也是接着报声号部队 毕竟经济上有优势 对方先生仰仰得意 现在已经控制了这个滞空拳 对 已经控制了这个整个地图的这个主动拳 哇 日飞哥这边 日飞哥 次数抢回滞空拳 对 对方其实已经转地面了 这比内方这边有点坏啊 你看这些人就是忘记到房底下补五个 操作确实是节奏上也不如韩国这些选手 对 但是可以说这一局他打得真是非常不错 日飞哥一直开不出三框 这个心情也是非常的预备 非常糟糕 对 非常糟糕 巧回志工拳 日飞哥觉得最糟糕这个 如果日飞哥输掉的话 那必须靠我们春书 杀定春来证明 证明这些人族选手的实力 要不然被一个随机选手用TVT 摁死三盘 这确实不能忍 当然周围一盘他打春书并不是 并不是一定所选择的人族 他这个答案已经告诉我们了 但是我们现在就不输 这是出于一个对Delete Wang这边负责的一个原则 这个人很坏啊 这个人很坏啊 这个现在现在对Delete Wang这边开起了三框 还开起四框五框 这个DFLA这边机力开的是跟Delete Wang一样多 确实 但是都开在家里面 马苏可能要抢导框了 对有可能 现在马苏这个空军实力也非常的雄厚了 但是我们看一下空军数量 空军数量其实差不多 17 16差不多 空军数量真差不多 农民数量也差不多 你说打着打着 怎么马怎么日飞哥这边 又打回来了 日飞哥实力看来还是非常的 177人口了 对 122 DFLA 这 DFLA 日飞哥这边 人口确实比对方少很多 一定要发现对方的这个主力部队的位置 上面IPM都不高 好 炸方空 炸方空会比较多 嗯 哇 打完之后跑 现在这边有四个对鸭 对鸭直接被全球给掉 对鸭在这边赢了 对鸭在这边赢了 但是地面部队 好的 这一波地面部队就是那个胜负手 哇 还有这么的强力啊 现在空中转地面 还有这个 还有阿凡达的这个空中野户 天哪 这个日飞哥现在是一直过得不妙 这形象现在没来的 现在变不出来了 三框还是要被拆掉 而且日飞哥现在是 二框已经是快被踩干了 一框已经是还剩一点 所以说待会的话 日飞哥经济就被 完全切断 日飞哥这边是卡 右下角要倒矿 日飞哥现在 日飞哥你行啊你 但是非常可惜 在Linsovang这边扩张意识也非常好 所以说日飞哥这边也是没有机会 爬下去这边矿 今天坏了两百人口 这里 哎呀 天哪 空军的三弓 这方一弓 怪不得 空军已经两弓一弓 两弓一弓 哇 哇 连大合都出来了 日飞哥 日飞哥现在日子过得不妙啊 哇 完了是这下 上去 上去要推 因为上去有一个 好像是两秒还是几秒的时间 有点反过 这一波是打下来的 但是 DFlight还是挺顽强的 是挺顽强的 在前期有这么大烈 直接飘下来之后 前期要赛算了 这不是不拉拉凤吗 不拉拉凤 两个 两个一起来 不拉拉凤才一个 那你看两个是什么样的威力 然后这边盘这边也有 现在日飞哥要想翻牌 要怎么样翻牌 很难 必须用一个非常奇葩的打法 这里分换也是被 一百人守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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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拉拉凤吗 不拉拉凤 那只好不拉拉凤 不拉拉凤啊 跳到山上不拉拉凤 哈哈哈哈 好 那跳山不知道能不能打到 那我就去飞哥 你要测试一下吧 那先 趕快下来 造一个农民休想 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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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往敌人的 敌人的家里面 这边还有防御啊 这没有钱 这个 好 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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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八点虎这边还是比较优势的 下来之后马上行象赛 好的 快点下来之后马上行象赛 这个我现在是希望你打一个翻盘 路口守一下吧 路口守一下吧 这边的话这团打的真是非常不错 打得不错 现在天哪 空中地面都有了 你看对空又只能打这边对空也打不了地面 好像还信任记还有 这下完 这个八点虎的缺点就是飞得太慢 这个八点虎的缺点就是飞得太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